2020年居屋计划的准买家以正在柬楼阶段 居屋属于资助性房屋,为合资格中签买家提供楼价折让,2020年这期居屋计划的单位以市价6折出售 新居屋买家可获得有别于C楼之高乘数按揭配套 6表居屋买家可做按揭乘数高达95% 白表买家之按揭乘数亦高达90%,基本首期低至楼价半成至一成 亦无需支付任何按揭保险费,这其居屋有个别督院如火炭的彩和院及部分重售单位以戒现楼 买家可即时申请按揭及入住单位,其他例如市场预期教授欢迎的钻石山啟祥院则属楼花 2023年才需要申请按揭,在按揭审批上,由于房委会向银行提供按揭还款保证 银行审批居屋按揭的准则一般教师楼宽松,大多无需通过压力测试,但一般仍需评估买家的供款能力 而银行之间评估入息准则有所不同,有些银行只需买家声明入息水平,又或银行衡量买家有能力供款便批出按揭 有些则要求买家的每月供款额不高于入息一般,但当中银行一般仍需查看买家的信贷记录,若然银行认为买家有过多债务,又或供款能力不足,或需买家提供同住的咨询人 咨询人亦需申报其入息,一般来说,居屋买家属长线用家 不者建议买家可自行衡量自己的供款防守力,计算自身每月总债务供款占入息水平 以不超于40%为较健康水平,有别于私楼按揭 银行只提供最优惠利率为基准之按揭,P按,与居屋买家 而未可选择现时市场大业的银行同业策息按揭,HON 现时居屋息率一般与市场P按水平看齐 即按揭年利率为2.5厘,虽然与HON约1.39厘息差达1厘 但银行同样为居屋按揭用家提供现金回赠 部分银行更可提供按揭存款挂勾优惠 提供与按揭相同支传息户口 用家可透过日常储蓄赚取高传息回报以抵消按揭支出 新居屋的按揭年期可长达足25年 虽少短于私楼按揭长达30年 但没有居居市场高楼零限制案揭年期之问题